你知道《超人钢铁之区》里的迷反派菲奥拉 在设定里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吗 在电影《超人钢铁之区》里 克星人除了超人之外 还有那些跟佐德将军一起叛变失败之后 被流放到暗影地带 却以外幸存的几名克星人 而在这几个克星人中 除了佐德将军之外 佐德将军手下里这个又帅又萨的女副官 最让人印象深刻 他不仅有着超高的颜值 还有着玩乐超人的格斗技巧 菲奥拉在克星毁灭之前 就是佐德将军最终时的追随者 曾跟随着佐德将军一起四处争战 他在克星因为能源枯竭而毁灭之前 就已经是克星上一名强大的女战神了 作为克星君是指挥官的佐德将军 之所以会看上菲奥拉 将他收作自己的副官 是因为菲奥拉是一个嗜血的角色 他在遇见佐德将军之前 曾在其中营以财人的手段 屠杀了二十多名男性 而菲奥拉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因为他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对男人有着无法解释的憎恨 作为佐德将军的左膀右臂 克星的女战神 菲奥拉在设定里 除了拥有强大的克星人体制之外 最强大的就是他自身的格斗技巧 他不仅能够在格斗技巧方面轻松细耍超人 他还能够在战斗中 靠着自己的必杀技终结对手 在漫画里的菲奥拉曾在和佐德将军的合作下 打败了超人和神奇女侠 而如此强大的克星女战神 在电影的最后 却因为太过鱼字符轻敌 被影片里的一名上校操控着飞机撞向了世界影情同归余境 这一点是属于妥妥的被编剧写死 在电影中菲奥拉在所有的战斗中 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伤害 唯一一次感到不是是因为战一面罩的损坏 对地球大气的不适应导致的 而如此强大的菲奥拉 却死在了一名没有超能力的上校手里